赵大人 赵忠诚 赵大人 赵忠诚 都这个时候了 有什么事不能明天谈 那个海瑞不能再审这个案子了 为什么 再让他审下去的话 大明朝就让他给绞了 他都干了些什么了 私自审案 而且又一盘子往宫里扯 你去调他今天晚上审案的卷宗看看 他不是在审正碧昌和茂财 他是在审制造局 在审宫里的审 明天我可以调案卷看 不能等明天了 你今天晚上立刻上书 面具他北审官的职位 这我不能 我海瑞王用吉 都是皇上钦点的问案官 除非他们有偏袒钦犯 循私舞弊的行为 我才能参奏 这个时候要我参奏 我没有理由 朝廷来了那么多人 还有欲望 都不会答应 杨公公 赵忠诚说的是礼 那就让他那么静下去 交到老祖宗头上 交到皇上头上 是你们担罪 还是我担罪 我就是皇上 就是老祖宗派到浙江来的一条狗 我得看住这个家 你到底上不上书 好 只好真急 既然这样 杨公公 你也可以上书吗 我 杨公公 杨公公身子不适 还是回府先歇着吧 你不参害人也行啊 那就得让 正比长河茂才去死 这两个祸水不能流啊 流着他们 蟹毒了皇上的生命 蟹毒了皇上的生命 让他们 再劳累自己了断了 杨公公 四十体大 今晚 就在今晚 记住了 杨大人 安排人送公公回去吧 来人 用软轿送杨公公回制造局 是 今晚 今晚 四十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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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钦差 你们觉得该怎么办 难办 难办 难办也得办 二位是宫里直接派来的 办这种事有阅历 你们替我出个主意 正比长河茂才是不能流了 杀他灭口 这么大两个侵犯 谁敢杀人灭口 我说的不能流 是说他们不能留在浙江了 赵大人 赵大人 你点一队兵 我派两个弟兄 连夜将他们见诵京师 我不能这么做 圣旨是叫我审他们 并没有让我把他们见诵京师 赵大人 杨公公所担心的不无道理 海瑞要是把正比长河茂才逼急了 像疯狗一样咬人 你我都交不了差 那我 可以把他们换一个地方拘押 这几日暂不审问 二位可以立刻把情形 极地承报宫里 朝廷有旨意 我们就按朝廷的旨意办 今晚我就派人向宫里承极地 赵大人 让那个海瑞别再审侵犯了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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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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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了 干爹不要放 二师兄 还是请郎中吧 想我死吗 干爹饶命 儿子不敢 干爹饶命 儿子不敢了 干爹 儿子们 都想您老活一百岁呢 都想把我拖进去死 我且死不了 世兄 干爹 想咱们死的人 还没有生出来呢 咱干爹呀 是老祖宗的人 是万岁爷的人 诸神呵护 不 且不怕哪 说得对 你就是我的护国大将军 还有他们 他们 你们 都是我的 总兵 参将 总兵 你是参将 对 对 对 干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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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我们护着您呢 您 安心睡一觉 好 活该 老爹 干爹 都死了 谁 谁死了 都死了 干爹 没有谁死 没有谁死 死了 他们刚才还来过呢 你们没有看到吗 我 好像有 你们看见了吗 这 我看见了 在门口不敢进来 不对 我看见了 在门口不敢进来 那是什么 干爹 干爹 进来了 就坐在那 是进来了 不过呀 后来又被儿子们 赶出去了 赶出去了 一定要赶出去 赶出去啊 干爹您放心 来一个我们赶一个 是啊 不怕 我们怕个谁啊 我们谁都不怕 我们谁都不怕 干爹 干爹 快来福啊 干爹你醒醒啊 干爹你醒醒啊 别吓着我们啊 干爹 周城大人 军婿全部押运完毕 可以起行了 这些军婿限四天内 押送到湖布塘大营 齿务一天者 斩 是 你去吧 是 你们这么快就把军婿送到了 辛苦了 赵中城有死命令 现我们四日一定到齐 你先带着押运的官兵去用饭 明天回杭州 我有回文要答谢赵中城 是 来人 是 军婿粮草运到了 立刻送往七将军的军营 是 布塘 王书办来了 你 双见布塘大人 说吧 布塘 你那几个亲戚没有走成 他们跟巡抚衙门和制造局衙门签了约了 这次运来的这批军需 就是您那几个亲戚 交给巡抚衙门的定金筹办而来的 去吧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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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报告齐将军 船船已进入爆城五百丈 是 开炮啊 为啥还不开炮 为啥你开炮啊 报告齐将军 卧船已进入爆城四百五十丈 是 为什么还不开炮 快回朕地势 再违背军令军筛处置 就算是 违背军令 会要打 你 开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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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报告齐将军 卧船已进入爆城三百丈 到 开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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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炮 快去呀 开炮 四战 解救百姓 一千二百余人 生擒斩杀倭寇头目 武郎如武郎 剑如郎等数百人 缴获倭船十一艘 取得了当年抗倭 第六次全胜 还有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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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场正在清点 我将士伤亡应不在少数 此意要不要向朝廷报劫 何解之有啊 阿弥陀佛 两个人 慢点 来 放一下 放去 放过去 放过去 来 来 书下七大柱为抗军令 甘愿受罚 你是海之县送来的 七将军今天不斩你也不怪你 换了我们早就立刻斩了 七大柱 你是愿意留在军队里 还是回去 大柱就是死在阵前 也要跟随七将军杀不可 若要成为一名好的军人 就带着弟兄们 好好地取卸军规 是 出头吧 出头吧 尽量说吧 禀忠诚大人 杨公公好像 你说清楚些 我得看出这个家 杨公公好像确实是疯了 你到底上不上书 你亲眼看见了 没有看见 但小人知道他疯了 那怎么知道他疯了 回忠诚 小人这几日便一直守在 在制造局门外 催等杨公公出来 今早杨公公贴身的高太监 见了小人 说了实话 静一堂大夫会诊了 确诊杨公公疯了 整日里说些吓人的话 都说了哪些吓人的话 回忠诚 那太监没说 那是警察 还是县和王志县到了吗 回忠诚大人 已经到了 正在大堂等忠诚 请他们到这里来见我 回忠诚 不是要先在大堂拜圣旨吗 今天还有谁当旨 回忠诚大人 还有小人当旨 办两件事 第一件 给这个书拜 把这个月的路米结了 待他今天就离开巡府衙门 不再录用 怎么 你也要反问我为什么 不敢 忠诚 忠诚大人 小人犯了什么过错 大人要开了小人的圈 传我的话 告诉 在衙门里所有当差的人 今后 凡是我吩咐的事 有敢反问的 当即开宣 不再录用 是 站住 再通告下去 凡是对上官不敬者 杖医师罚掉当院路米 带他下去杖医师 这位的路米 也不要再发给他了 是 再告诉他 衙门里的事 敢说出一个字 立刻拿下 是 请海志县王子见来 是 不换官服了 打一份热水来 是 参见忠诚大人 看了一夜的暗卷 也来不及换官服 大家就不要拘礼了 足下就是海志县 回中城 是 幸会 二位请坐 殷阳公公 这几天一直没露面 北镇俯司上差也没到吧 我们先在这里 边谈边等 好 禀忠诚大人 北镇俯司的上差到了 快请进来 是 这几日一直等杨公公 他却不露面 不能拖了 看起来 只好有我们三个亲典的问官 和四位上差 一起先行拜读皇上的御旨 然后再请你们将圣旨 给杨公公宣读 拜了旨 案子也怕办不了了 为什么 杨公公疯了 有这样的事 谁时的家产牵涉的案子 许多地方 都要问制造局才能知道 杨公公这一封 这个案子 恐怕就只能放一放了 案子的事 等过后再说 拿官符 我去看杨公公 你们二位先到官邑歇着 案子的事等我通知吧 那个还没不能在山之下呢 你们都出去 你们都出去 出去 是 银石才睡的 没想到一觉醒来 天又快黑了 你们都等了很久吧 听说杨公公 身子有些不适 让大夫枕过脉了吗 没有什么不适 什么事能让我的身子不适 有谁能让我的身子不适啊 外感六吟 内伤七情 世人都有生病的时候 公公还是让大夫看看吧 你们都别指望我病我死 没有我哪有你 杨公公 你认仔细了 我是谁 够了沈医师 我刚来的时候 你才不到两千架纸鸡 四年 才四年你就增加了一千多架纸鸡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你要发多大的财 我是来给你看病的 知道吗 这么大人 你带不走我 我身后还有老祖宗 还有皇上 诸神呵护 我劝你还有那个和貌财 离我远点 赵大人 赵大人 看来杨公公真的是疯了 杨公公 您老好好歇息 我们走了 告诉老祖宗 告诉皇上 今年的五十万匹丝绸 我准定迈到西洋去 新来的那个赵真吉可不是个善茬 你们得防着点儿 来人哪 洗脸 是 请大夫了吗 敬义堂的大夫们这几天都来了 开了各种药 可药一送上来就被摔了碗 多几个人抓住他灌药 按赵大人说的去做 这是为杨公公好 知道了 真风怎么样 假风又怎么样 他要是真风 你捅了天大的娄子 他要是庄风 你也捅了天大的娄子了 就算把天捅个窟窿 我干他 不干你的事 这是怎么说的 你把天捅破了窟窿 能不干我的事吗 现在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这个案子必须要彻查下去 这个可不像你那天晚上说的话 那天你要是听我的 不去提审正比昌和冒财 你有退路 我也有退路 可这一提审 把他逼疯了 这个案子要是不彻查下去 他们会以诬陷制造局的罪名 反过来对付你 现在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只能背水一战 识人难哪 论灵 你知道那天晚上我是怎么看你的吗 怎么看我了 世故 论灵 我求你件事 什么事啊 下面的案子你就不要过问了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说这样的话 我说的是真心话 孔子曰交友无不如己者 我海瑞半生无有 说句大言 实在是无可交之人 这次到浙江 我十分幸运 交上了两个远胜逾己的朋友 一个是李时珍李先生 再有一个就是你王润莲 你们两个都可以继心腹脱死生 高公兄 高公兄 你太高看我了 要我干什么 尽管说 请你照顾家母和我的家人 事情应该不至于此吧 制造局打着宫里的牌子 干得好些事情 比郑比昌和貌财还要坏 这个我知道 跟他们斗 我们就一起斗 还有赵中成 只要我们三个人彻底查下去 胜败也在卫定之间哪 赵中成会彻查吗 应该会 他毕竟是礼学中人 而且是徐格老的学生 云林 你还是太书生了 书生自有灵层骨 何况赵大人也是书生 错了 官座大了便没有书生 这件事我要彻查下去 最后能置我死地的不是制造局 而是赵贞吉 你怎么会这么想 因为赵贞吉要干的 便是没有郑比昌的郑比昌那一套 看来立刻给朝廷上奏 怎么上奏 把杨公公的病情如实上奏 怎么如实上奏 那个海瑞不请示主审官 擅自提审钦犯 把案子往制造局和宫里扯 这件事该不该如实上奏啊 当然要上奏 可他也是钦点的陪审官 不能说是擅自 至于他是不是把案子 往制造局和宫里扯了 我们在奏书里不做定论 只把他提审郑比昌何茂财的口供附上就是 奏书我写 你们几位一同俱名 好 朝廷让我们奉旨超莫沈一时的家产 充归国库 郑比昌何茂财 却将他的家产卖给了回商 赵忠诚明明奉有圣旨 为何不争 不但不争 他还算不争 他在约书上签字盖印 原因只有脸条 一 他是另外奉有秘纸 二 他是在揣摩圣意封迎皇上 我料定皇上没有给他秘纸 如果有 那晚他就不会让我去提审 郑比昌何茂财 他让我去提审 其用意就是揣摩宫里的反应 皇上护短执造局 罪则是我的 恶名是皇上的 皇上追查执造局 他既不得罪宫里 又可妖得清明 其用心比郑比昌更加刻铸 言重了吧 他和郑比昌毕竟非一路人 也许是迫于宫里的压力 但至少不是为了自己去贪 没什么两样 郑比昌财 他贪名而已 一连几天 我审了侵犯他都搁置不办 我们去见他 他却穿着便服在迁押房 故事悠闲 这是有意在等几个锦衣卫来 让锦衣卫的人认准是我在追查执造局 他并不赞同 基心如此 今后他会干出什么事来便可行而知 不查执造局 他就会逼着那些会上产更多的丝绸 然后再半驾从桑农手里收买生死 讨好公里讨好皇上 但是国库依然空虚 百姓扔手盘剥 不查执造局 郑比昌和茂财 还有那些贪墨的官员便无从查起 甚至连今年五月毁地烟田暗铜倭寇 陷害忠良的时事也无问可查 如此惊天大案 已经明发尚誉朝野皆知 如果让赵真吉办如未办 此风一开 我大明朝更是无药可救了 赵忠诚如果真是这个用心 那这个案子根本就查不下去了 我也没想彻查下去 我就是想把它捅开 招之于事 朝野自有公论 因此 有我一个人干就行了 无需你跟着我去拼命 留下你 就留下了今后重申此案的人 人脸 孰情孰重 孰意孰难 明白了吗 先审郑比昌再审侯茂财 大人 恐怕提不了了 为什么 天亮之前这两个犯人 就被锦衣卫大人带走了 来人 忠诚大人 海之县一定要见忠诚 小人们挡不住 谁叫你挡了 为什么不禀报 小人们见大人一夜未睡 小人实在不忍心 叫醒大人 这一次就免责了 下回如果海之县来 立刻禀报 是 出去吧 忠诚大人 郑比昌和茂财被转到哪里去了 坐吧 圣旨到浙江已经第七天了 忠诚 今天还不提审犯人吗 亲犯都抓起来了 他们的家也都抄没了 可有些案情如果不及时提审 亲犯就有可能串供 晚了就查不出真相 什么案情 今年五月 九个县同时决堤 是不是有人有意毁地掩田 六月关押多年的窝手井上十四郎 从涅斯衙门大楼出现在淳安县 他是怎么出去的 明知沈一时的家产要奉旨抄末 正比昌和茂财 为什么还要把它卖给会商 忠诚 这三条必须立刻提审彻查原因 这些都要查 你既然来了 你先看看那个东西 叫我才是头等大士 这一仗大胜 其中 你送去的淳安义民立了头功 我也要给你请功 卑职五尺寸之功 忠诚大人 抗窝是军国大使 可这是胡不堂和前方将士的事 我们应该做的是抓紧办案 办案为的什么 我们不办案 哪来的军需粮草 供给胡不堂和前方将士缴窝 这一次 那些接受沈医师家产的徽商 及时拿出了五十万两银子 他们也有功 忠诚大人 照此推论 把那些徽商请来的正比昌和茂财 是不是也有功 你这话什么意思 军国大使 照例应该有有私衙门供应粮草军需 沈医师的家产超归国库 朝廷也就有了钱粮 徽商建价收买了应当冲归国库的那么多财产 拿出这么点钱来 他们有什么功 沈医师的家产现银不足两万 丝绸只有白匹 前方军情如火 三千架织机能够送给胡不堂去打仗吗 沈医师有二十五座作坊一百余家商铺六万多亩桑田 就是作家卖给任何一个商人 都能为国库收回上千万的财产 东南抗窝北边抵御达达 一年的金须也都够了 何况今后每年 这些商家还得向国库依法纳税 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这样做 而是还要把这些家产转归到江南制造局 海之县 官场有句大家都明白的话 你难道从来没听过 请忠诚大人直言 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 你也该收敛收敛了 我是主审 你是陪审 我提审钦犯 你在一旁陪问 这就是你该管的 超茉沈医师家产 追缴郑碧昌何茂财以下朱元的赞款 充作何种用途 都是你不该管的 你不经请示 便独自提审郑碧昌何茂财 我容忍了你 今天你居然管起我和胡不堂的军国大事来了 海之县 海之县 你虽然没中过禁食 没有进过汉林苑 可这点规矩 应该知道 忠诚大人这番话 我就有点听不明白 难道说中过禁食 进过汉林苑的人 反而连圣旨都看不懂吗 圣旨明明让我们超茉沈医师的家产冲归国库 忠诚却在制造局转卖沈医师家产的约书上签名盖印 你是主审官 你是巡抚 一省之财用都归你管 但是正因为此 忠诚更不能为旨办事 身为奉旨陪审 规劝忠诚 依旨办案 正是属下 直所当为 你知道 倭寇在我这命沿海一带杀了多少百姓 毁了多少城池 你知道我军将士没有军需 是在怎样艰难奋战 你的家人好好地待在淳安县 你想没想过被倭寇杀戮淫掠的百姓 我同意制造局把沈医师的家产 转卖会上卫的什么 卫的是立刻筹办军需 搅窝欲敌 似你这等站在岸上观船帆 以博之名 海之县 你不觉得自己大中四伟吗 あなた面ら艺的支持大陆 尊重 既然有这般幽国幽民的心 那就一切都好说了 终于见仓 大陆